搞了特搜 你该知道的关键字 一开场就拿当年的换柱开玩笑展现好交情 讨论蓝营两岸政策 有意参选国民党主席的人选权势做上宾 却没找来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 和蓝营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 连胜文他一直在考虑当中 在衡量各方面情势所以也没请他 韩国瑜也是好像也是没有一个很正式的表态 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所以就没有请他们来了 我哥盛文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至于伟大韩总这世界上没有人知道韩国瑜要干什么 如果有的话那可能是那位鼻子尖尖眼镜圆圆 手里还拿着吊单不是波尔先生 是拒绝出任中评委准备大战中常委的邵康先生 要钓鱼啦 中常会现在摆明不给周首康机会 甚至想要收礼他 光我讲话开放对谈不开放也不公平嘛 还是应该开放现在还在努力争取当中的 他们怕你会失控 我失控我怎么会失控我不会失控啊 如果他出来我就停他 道义上也要挺对不对 因为他别人来挺我我是不能选嘛 如果他要出来那怎么能不挺他呢 一定要挺他 他的意思说我要不要选啊 因为我想他可能是要说我如果不选他再选 应该是意思 我不知道讲错了 我如果不选他再考虑要不要选 太神啦原来又是这条熟悉的庶民国语啊 康瑜大和解分禁合集连横合纵你不陪我选 那就是在逼韩司令出来选拖 但我们都知道韩司令一向对任何的位置都不感兴趣 都是被动的黄袍加深 这次也不例外 再去问韩先生都是说 他目前人家只是专心做公益 然后他只有一个希望 就是希望我们党团结大家好 那现在跟所有想要参选人 当然之前他唯一支持招好康瑜 那是最近他出来的 那既然他现在已经输出这个资格 他现在目前就是希望跟大家都能够充分的沟通跟了解 平常忘记选举一到 又是做公益的忘记了 我歌声文参选党主席 也算是一种做公益 与民同乐 如果加入了连胜文的话呢 朱立伦还是第一名耶 Oh my god 而且47.5%快要五成 然后韩国瑜只剩下10% 然后连胜文比他多一点点 是1.9% 将几成18.2% 其实最高的立伦 暂时掌权的启程 看着胜文在旁练拳 提防着穿着隐形斗篷的国瑜 全力防鼓绍康 别的我不知道 但真正能解决国民党财务问题的 我想只有一个人 男员工拿着网子小跑步到池边捞啊捞 女同事提了桶子来接 他们不是在清池子 而是把钓虾场当成自己的鱼缸 捞多少拿多少 老板本来还不知道 直到被客人抱怨 说怎么都钓不到虾 一看监视器才知道是自己员工搞得贵 新北十三重区 阳光欢乐钓虾场的老板曾琪琪 因为发生了一件不阳光 也不欢乐的事情 94她的员工 忘记在钓虾场打工 以为自己在活虾打捞区 愉悦的小跑步 力锁的下棋网 精准配合演员是职业组捞虾双打 只是打的是老板的脸 老板 没虾 放来啊 来一下 没虾 当然没虾 你来晚了兄弟 那两个鬼神传奇下班了 虾都被捞起来了 就算你是黑社会 也没有坚守自盗的会 两个员工一个倒职一年多 一个才来三个月 两个人不是站在岸边捞 就是穿着青蛙装 直接跳进池子里捕 三个月投了185台金 以每台金300块换算 大约55000块 金数那么大 你当白饭吃也不可能啊 已经泰国虾20只 两个月喝了185斤 平均一天吃3斤 每一天吃61.6只虾 至少老额确定 他们俩没痛风 说好的半夜打工 变成免费吃虾列车 不用改名泰国虾 就可以吃到饱 还有博鑫老板 每天记虾250斤 最虽小的就是他 那你影响客人权利 今天他钓不好 明天他钓不好 他后天他会来吗 我影响 我最在意的是这个东西啊 开掉虾场不怕人掉 就怕自己人开捞 西北地方法院判决 偷捞的泰国虾 价值约7万余元 一业务侵占罪将两人 各判六月有期徒刑 得一颗罚金 老板别难过 我帮你放虾 巴基斯坦总理总统确诊 承担起全球抗疫物资 最大供应国的责任 正加快推进疫苗 三期临床试炼 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之后 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 积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既因美恶疫苗 展开运送和施打 与全球富国抢疫苗情况下 开发中或低度开发的国家 根本买不到疫苗 中国的全球疫苗外交计划 已经启动 中国捐赠或贩售疫苗 给69个开发中国家 虽然没看到自家主席 公开接种自家疫苗 但其他国家高层和领袖 土耳其 塞西尔 意尼 毕卢等国领导人都带头 公开接种中国国产疫苗 替疫苗安全背书宣传 习主席的老铁 巴基斯坦总统阿尔维 也是挽起袖子打下疫苗 结果过了14天验出确诊 巴基斯坦总统艾维 29日传出确诊消息 虽然他已经接种过第一剂中国疫苗 但筛检结果还是呈现阳性 跟在推特贴文中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因为已经接种疫苗就掉以轻心 也让外界对于中国疫苗的效力再度打上问号 不能算是这个疫苗真的失败 因为这个疫苗要打两针的啦 你才打一针本来就不是每个人都有免疫力 总统请各位保重 才打完第一针 要到一周后再打第二针 才会产生抗体 结果就被病毒 找到空档切入了 就在同一天 71岁的国防部长也确诊 病毒不分尊贵 预防速度完全跟不上确诊速度 总统加国防部长 希望这不是在拍指定幸存者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汉 20号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各大报纷纷以头条报导 曾是百球明星的他今年68岁 确诊前两天 也就是18号 才接种由中国国药集团 Sinopharm研发生产的新冠疫苗 伊姆兰汉的发言人吉尔表示 目前他有轻微发烧咳嗽等症状 他强调新冠疫苗 需要接种好几周之后 身体才会出现免疫力 呼吁大众不要觉得疫苗无效 总统和国防部长跟总理 国家三大患神 通通确诊到期 巴基斯坦第三波疫情来势汹汹 病例总数已达663200例 24小时内新增超过4000例 累计死亡数14356例 这是自由时报15天前的新闻标题 这是自由时报一天前的标题 看来自由的祝福没加迟到 祝确诊患者都早日康复 以上也提醒你我 疫情还没结束 但作为妻女 作为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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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提醒你